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卡浩 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有新的消息新的新聞 您都會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我們今天請到了Opage的Jerry Jerry跟大家問個好 大家好我是Jerry 那在我們今天的這個又要講澳洲房地產之前 我們先打個小廣告 因為我們接下來呢 如果想要來找我們聊聊 因為都可以歡迎我們在 這次比較特別 我們在新竹台中台南各在 12月19、12月20和12月26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下面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喜來登 全國大飯店還有香格里辣 有這個所謂的澳洲GTI 全球科技人才簽證的介紹 OK那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記得這個 透過FB可以找得到 IQPOS可以找得到 那記得旁邊最下面 這個拉下來一下 這邊 這邊有一個立即報名的地方 大家記得去按一下 這樣我們才知道多少人 好那OK Jerry今天要跟我們聊聊什麼東西呢 今天想要聊匯率 聊匯率喔 對 澳幣一直漲 台幣一直漲 我相信應該不是 應該是美金一直跌 其實重點是這個 對對對 那怎樣 所以有可能腰斬嗎 不可能 這更不可能 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 19、20、26 如果親自到場 Jerry腰斬給你看 天啊 好好好 OK 那匯率怎麼樣 你來說說吧 匯率怎麼樣 嗯 就是 像你剛剛說的沒錯啊 就是 有客人在問說 我們就是 就是 其實澳洲央行的 大方向 他是希望澳幣走跌的 不然他不會漲到0.1 他的信息率不會漲到0.1 是是是 可是事與願違 美國老大哥要扁 沒有人扁的 贏他 對啊 他一扁全球的貨幣都 往上啊 對啊 那全部要避險啊 趕快把美金還掉 不要美金了 所以 之前還有人一直搶說要買美金 結果 現在還在掉啊 其他幣子還在漲 所以 到底什麼時候是抵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抵 我覺得這個應該 應該一年半載不會停 應該都還是 會維持這樣子的走勢啊 因為 當然各國都很想要救經濟啊 那 可是美國現在 疫情還不明朗 然後 這個政治也不明朗 感覺是都 就是美國老大哥 他更需要救經濟啊 是是 所以他一定會維持他繼續 就是美金的低檔 對 才很刺激他的出口啊 所以 你說 會維持多久 我 一年半載 還是會這樣 那這跟澳洲 會有什麼 關係 因為客人在問 正常而已 我們之前都是判斷說他 澳幣希望他會維持在低檔 可是現在美國老大哥 比他還要再更低檔 所以現在澳幣才走深嘛 對對對 所以不是因為澳幣強 是因為美元弱 對 那這樣子的話 相較之下 他們買的 這個 澳幣計價的 房地產 價格就會變高啊 對啊 那這個也沒辦法 就是 當初 今年三月份 好像也是差不多是我們節目開始 那也是一直都說 澳幣低要進場要進場 現在 從最台幣17點多 現在講到已經 現在已經21了 對 對啊 那 沒辦法 這沒辦法啊 那你說他還會再漲 實際上我認為 我先講結論 我認為他還是會再緩步走深 因為 長線應該還是會再漲 對 因為美國的 走 就是走 弱的這個力道太強了 嗯 然後這個澳洲的疫情 控制相對也好 經濟相對也比較和緩 更有能力去談復甦啊 所以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個 國力的象徵嘛 嗯 那加上 我看那個社團都有在討論 那個澳幣那個 那個什麼 鐵礦砂 鐵礦砂的價格也是從 每噸80 然後跳到現在已經每噸 140美元了 哇 那所以已經將近 double 快double了 嗯 那這也是進一步推動他 就是原物料大國 這個澳幣走強的原因之一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澳洲的兩行是希望他走 澳幣走低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慢慢的 往上 所以你今天要來賣鐵礦砂嗎 哈哈哈哈 今天是喔 跟大家討論就是 嗯 就澳洲內部房地產的情況 房價啊 成交量現在都是往上啊 所以 可能沒有什麼特別會需要報的 如果有特別盤轉的話 我們會再跟大家報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房地產的價格啊 實際上會更有支撐力道 我要比較 中性的講 就不敢太浮誇 太 太媒體了 是是是 那你今天帶來幾個網站 要跟大家分享 對對對 OK好 那我們第一個是先看這個網站 CoreLogic這個嗎 對 好 這一個 OK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一樣就是我們的那個房價 我們看那個數字那些東西 嗯 喔 所以那這個網站我們一般人 一般人要怎麼找 可以啊 你就直接打 打CoreLogic 就會跑出來了 喔 然後你也可以打 你如果真的要直接跳到這個網頁 你就打CoreLogic 就打那個 House Price House Price Index 就會跑出來 就 Home Value Index 還有House Price Index 就會跑出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它現在有每天 然後每一季 然後每一年 每一天 就都往上 每一季也都往上 那現在 是哪一個是往下 喔 Melbourne 對 如果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只有 Melbourne 是往下 嗯 實際上其他全部都是往上 這個都跟去年同期相比 所以這個是直接 我們今天12月11號 對就是12月11號 對對對 它是每天的 它是daily的 對對對 OKOK 那還有monthly是嗎 對 不過現在因為還沒有到12月底 所以它出來的應該是11月底 我的印象應該是這樣 OK 對啦 11月30號 對對對 這個地方 所以喔 OK 這個網站你可以就是 可以查那個CoreLogic的一些 這個房價表的走勢 可以 這個網站也可以 嗯 OK好 然後 然後對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喔 這個就是 在提我們剛剛提到的東西啊 就是 就是說 匯率率是 對啊 plunging plunging就是往下掉的意思 對對對 那現在 正常而言 就是澳幣的 如果澳幣走深的話 會不利出口 因為正常 央行希望利率降失 希望刺激出口 是 因為內需經濟不夠 現在各國都是希望要 增加出口 所以都是要 那個匯率往下 那現在看起來 我們現在 從今年1月開始 嗯 這個澳幣對美金 也是 0點 快0.7 如果從今年開始 這邊嗎 對 0.695 對 抓0.7 然後到現在已經是0.7 掉到0.57 0.57 其實這個3月份 這個是我們對台幣是 20 是17的 17點多 那時候 對對對 對台幣17點多 然後到現在 年底 現在最後的日期 現在已經 0.742 對美金是0.74 太可怕了 然後現在對台幣的話是21 那相較之下 對美國而言 就是各國的貨幣其實都往上了 嗯 那 那 現在來比較的話 那到底是台幣比較強還是澳幣比較強 其實現在台幣已經很強了 嗯 可是你把那個台幣再對上澳幣去比的話 其實澳幣又更強一點 哦 對對對 它幣線的那個 對 我不曉得這樣大家可不可以理 但是如果你從數字這樣去比較的話 就會發現 澳幣又比台幣更強 因為 匯率這個東西是相對的嘛 那某種程度上而言 其實 匯 這個幣值的 的 多跟寡 某種程度上是顯示國利啊 那 剛剛提到鐵礦砂 就是因為 原物料的這個價格 如果又往上的話 那 那剛好鐵礦砂又是 是澳洲的第一主力啦 出口的第一主力啦 那它價格也往上 然後 那個 匯率也往上 那對澳洲的經濟而言 出口而言 當然是 很大利多啦 是啊 所以那個澳幣應該就會 應該會繼續再往上走 我也感覺應該會再往上 不然正常 其實央行 它的優遇算盤不是這樣的 央行的優遇算盤 是希望澳幣走低的 這樣它才可以刺激出口 不管是 不管是留學旅遊 或者是任何出口產業都是一樣 台灣的央行也是希望 台幣低一點 但它不能低太多 低太多會被美國制裁操作 操控那個貨標 大部分世界各國的央行都有降息 在今年疫情爆發也都有降息 一次兩次 但是澳洲是降最多的 它降到三次 所以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它是很想要讓它的匯率走低的 可是想不到事以願為 就是因為剛好它疫情控制也好 然後它的經濟也恢復也快 是 反彈也快 結果想不到它 然後美國勞大哥要走比 所以它只能 它就跟著玩 只能跟著玩下去 那 所以 導致這個情況 就是 我認為 就是 如果要看房地產的話 實際上 也是應該要準備 不然 我認為澳幣可能還會再上去 對 好 然後 你繼續給我們這個 ING的這個網站 這是什麼東西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這個網址是什麼 這個網址是 propertyvalue.com.au 不過這樣寄 可能我怕會不好找 因為這個是ING 跟CodeLogic合作的一個網站 所以我覺得你打ING 然後打CodeLogic 第一個應該就會跑出來這個 就會找到這個 對對對 就會比較明顯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印花稅嗎 還沒有 OK OK 還有印花稅要講 因為上禮拜 那我們先不要看這個網站 沒有沒有 可以 因為上禮拜原本應該要跟大家update 結果上禮拜 我也忘記講 所以我想說這禮拜一定要講 就是 因為海外人士 他不知道現在墨烏本的印花稅 到底對海外人士怎麼算嗎 那 其實上禮拜我們就已經知道 就是 海外人士的 印花稅的算法是 本地人士再加上海外的附加稅嗎 那就 維州墨烏本而言 他是 當地人士5.5% 然後海外人士是8% 然後海外人士是8% 所以12.5% 對 加起來13.5%左右 那 可是因為當地人士的印花稅有減半嘛 所以海外人士他的計算方式 就是 上禮拜有公佈出來 就是 5.5%的 local的這個印花稅 可以減半 所以5.5%減掉一半大概就是2.75% 但是海外人士的這8%這個是不能減的 所以這個8%加上2.75%是10點多 OK 本來13.5%然後變成10點多 OK OK 所以去MELBURN會少掉一點點 會少掉 你以100萬澳幣的房子去看的話 少2.75% 就是少27000多 那也蠻多 澳幣的那也蠻多的 對 那印花稅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很多客人都不管新州維州昆州都說 哇這個印花稅怎麼都這麼高 可是我是要讓各位也知道 印花稅這個東西它是屬於capital cost 它是屬於一個資本的成本 所以它在你未來你房子賣掉的時候 這個都可以當作成本去抵稅掉的 所以你乍看哇印花稅你很多 可是未來你房子賣掉的時候 這個而且是實質實付 就是你付了多少印花稅 這個都是可以直接扣掉 然後再來扣掉你的獲利 然後再去計算你獲多少利 再來去算那個稅基 對 所以乍看很多 可是這個在未來實際上都可以抵稅掉的 今天我也學了點東西 OK 好 那這個網站我們現在看到這個ING 這個是要幹什麼的 OK 也是因為有客人在問說 就是因為他知道我們 正常的我們房地產 從業的人也agent 尤其更嚴格的講應該是說 有房地產經紀人的牌 的這個人 他可以開公司 然後他才可以進入這個工會的網站 然後這個進入工會網 我們可以查實價登錄 那這個就是查實價登錄的 這不是 這個不是我們agent在查 agent查那個是很細的 那也是Corelogic的那個我們叫RP data 那 NG這個銀行跟Corelogic合作這種網站 實際上它的用意 它是想要 估價 估那個貸款 就是看銀行怎麼看貸款 可是因為它剛好它是跟Corelogic合作的 所以它的頁面呈現出來 其實已經很像我們房地產agent在查實價登錄了 所以等於這個網站呢 你又可以看到這個房價的歷史紀錄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銀行去怎麼判斷這個房子的物價 所以可不可以把房子的地址打進去 然後就可以太差了嗎 對對對 OK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給客人 我認為不管你是屋主還是你是買方 這個網站我覺得你可以常常去用它 而且你去玩了之後 你就會越玩越多東西 因為它就是都是輸入地址 然後輸入地址之後 你就會看到兩個重要的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房子之前的 賣價 成交價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你就可以看到 銀行是怎麼評估這個房子 他覺得他大概可以再貸多少 不過當然 它上面它還是有類似有聲明 就是這個是銀行就是從Corelogic的數據去看這個房子的顧價 可是實際上你可以貸多少 也是要依照你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銀行才會決定貸給你多少 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到這個銀行是怎麼看在這個房子的 所以你一次可以看到兩個第三方對於這個房子的數據 OK 那它已經是很接近很接近我們房地產 從agent 經紀人 可以看到了實價登錄的東西 然後我用兩個 兩個 兩個地址 因為它沒有什麼其他選 它只能要你輸入地址 OK 所以你是這兩頁嗎對不對 這一個 我先用這一個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看到 12月17號 就是要Auction的一個公寓 那它這個是三房兩位兩車位 哇這個很棒 這個在Eagle Street 對 然後這個是不離斯本市中心 它就看 好窄啊 這個是好窄 看故事橋的 對對對 那你說好窄 可是公寓就是三房就是 大部分都是這樣啊 所以之前我們節目有說過 就是你買公寓的話 你有辦法盡量就是買這種 很特別的 Viu的三房啊 兩位 就是兩車位的 然後就是越特別越好 然後這個在未來你的二手市場 就會更有吸引力 那它按出來 如果透過剛剛那晚上按出來 應該是這個嘛 是不是 對我們看是不是 Eagle Street 對是 它就一個報告給你 對它就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就是我們 我們在幫屋主 估價的時候 實際上也會出示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 其實就長就 就已經很像樣子 所以它 預估是賣250萬 不是不是 這個是 銀行的 銀行估它 大概250啦 就是它會要帶給你的款項 它可以帶給你這樣 從最低 226一直到277 為什麼會這麼大 因為它不曉得 你的這個人的情況如何 但是 就它這樣子客觀 從數字上這樣去看的話 它認為它可以帶給你這麼多 所以它之前 E3年賣的時候賣 290幾萬 290幾萬 對 那我們看看 這個就類似實價登錄 那我們會看到有一些沒有揭露出來 可是實際上 因為這是免費的嘛 它能這樣子已經很棒了 但是我們房地產的經紀人 我們是每一筆都看得到 然後這個 它當初最早是 有180幾萬 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對對對 它最早成交 有紀錄以來的 然後 然後 180幾 然後到2013年 我們剛剛看2013年是成交 290幾 然後現在是 12月17號 要 Auction 對 12月17號晚上 6點要 Auction OK 看能不能破300 應該不行 它肯定是破300 那肯定破300 肯定破300 因為你看 銀行的估價 它最高它都敢 貸給你 270幾萬 那所以 如果除以70%回去就對了 大概這樣子 對 那如果你要再保守一點 你要除以0.5 就是 打8 就是 這要怎麼講 除以0.8 也可以 350萬 但是不管怎麼說 肯定300多萬 多到哪不知道 因為 Auction的價格 就會不一定 但是當然他們在評估的時候 一定會 會估個價 那 當天的那個 Auction 也是 只有他才知道 屋主最後他多少願意賣 所以 有達到屋主的底價 那個 Auction 才會宣布說 已經達到屋主底價 接下來 因為不管有 就是 只要一有達到屋主的底價 那個拍賣官 他一定都要說 現在喊到這個價格已經 到了這個屋主的底價 然後 看有沒有再繼續往上 他都要宣布 他要宣布 然後另外一個你要看的是誰 是這個嗎 好 這是 Melbourne 的 OK 這個是 就是 我們正常而言 你二手房 在那個 你就一定找得到紀錄 可是預售屋 正常都沒有 所以我才試著玩完看 OK 我就玩一個 預售屋然後來搜尋看看 對 我來搜尋看看 因為這個是我當初說 我們墨烏本 然後類似像中央公園 可以看那個 看那個 看那個 Albert Park 的那個房號 然後 因為我對這個房號 因為有客人在問 所以我就有印象 然後來試試看 我試試看 他這個兩房兩位 帶車位的 104平方米的 這個房子 然後他 會變成怎麼樣 OK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報告 是什麼樣子 OK 好 是這個嗎 對不對 對對對 應該說我輸入之後 他沒有東西 他只能跑出這個來 OK 所以 就預售物而言 就是他沒有辦法在這個 網站上完全的體現 那個網站體現的 基本上是二手房 那如果你是打預售物的話 你只會看到大概的東西 所以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他可以帶 就是因為 兩房的話 因為兩房大小都有 不一定 因為他不是照那個地址去找 所以他只能弄一個很rough的 附近的 是嗎 也只能大概這麼說 可是正常你只要 就是 新房你買了之後 之後再丟出來變成二手房 那個價格一定都會被登附進去 就是第一筆交易一定都會被記錄 記錄 但這個是還沒有成交的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這種大概 那 還沒有成交的預售物 你只能看到什麼 你只能看到他過往的那個 那個 這應該是土地吧 不是 有一些是土地 有一些是他就是 就是在 登在 登在那個 realestate.com的那個 廣告的那個 價格 你只會看到廣告價 你還不會看到成交價 OK OK 對 因為這個都是 這個for sale 都不是售嘛 所以這個for sale 就是都是在 網路上廣告的這個價位 是是是 但是如果你對於屋主而言 其實你都 你只要書類你的地址 你可以網上看看你 大概價值多少 你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去查 因為正常的你如果 請我們去幫你做這個天野報告 實際上是要收費的 是是是 這個網站已經是我找到 現在很方便了 就可以直接自己查了 對啊 這個也是 就是有拜科技支持啊 但是你就是 當然沒有辦法很精準 可是問題是你已經 在免費的資源之下 你已經找到很接近 我們在看的東西了 那這個會 當作你以後 賣房子的一個 參考依據 那對買家而言 也是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房子 之前的過往成交紀錄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 銀行是怎麼看待這個房子 他可以估多少 貸款給你 是是是 所以估貸款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買家 他忽略了這件事情 實際上這件事情是 你要買房子錢的第一步 很多客人都覺得他可以貸款 不管他有沒有身份 他都覺得他可以貸款 可是實際上 你一定要先跟銀行 就是做這個 這個估價報告 就是這個貸款的報告 你得先知道你 大概可以貸多少錢 其實在當地的agent 其實就是比較精明一點的 有客人來 那第一個他都會問他 你有沒有那個 那個估價報告 就是銀行的貸款 估價報告 因為他想知道 你有多少能力 買什麼樣的房子 是是是 因為有些客人他不知道 他覺得我可以 可是實際上到時候 貸款不出來 那就很麻煩 那就非常麻煩了 所以比較精明的agent 他會先問你 你有沒有銀行貸款 貸款 貸款 然後他先判斷 你客觀大概可以多少 那實際上你說 agent跟銀行有沒有認識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認識 他只要知道你的資格 是差不多的 想要幫你加強一點 如果他想賣你 總價更高一點的房子 那他可能就會再找配合 想辦法能夠幫你 貸款就幫你貸 不行的話就依照 你的一般的估價 就是大概的資歷去找 相對應的房子就好了 這個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你去找 結果找老闆 結果你貸款不出來 那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管是新房還是二手房 你第一次付的 款項就是10%去了 10%你還在那邊 你到時候貸款不出來 那很危險的 那10%應該會被整個被禁掉 這是最嚴重的情況之下 是是是 所以要非常注意 對對 買家其實你要找房子欠 你不是找房子 你最好的第一步是 先看看銀行可以帶給你多少錢 是是是是 那這個網站可以利用 好 然後我們今天你還有帶給我們另外一個網站 那這個看起來是像地圖一樣 這是什麼東西啊 最近我有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就是有人在 一直在問這個學區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問那個 Brisbane那個West End那個區 那個區實際上是我們 就是做房地產前 我們第一集拍的就是講West End 我們已經提過了 但是因為最近剛好客人有在問 所以我想說剛好一併也把這個網站給提出來 你原本是在看West End這個地方嘛 對 然後這個網站是 這個我覺得很多客人他應該也會用到 因為你與其看那個 Busher怎麼寫或Agent怎麼說 那實際上這個網站一樣 直接去查比較快 你自己查就可以啦 那你就打那個 這個School Catchment Area 或者School Catchment Map 就會跑出來 那你是在哪一週 你就後面再輸入哪一週 你是維州就輸入VIC 昆州就是QLD 新州就NSW 就會跑 因為就是這個 各州的這個查詢 學區的網站都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打這個School Catchment Area 然後再輸入你的各州的間線 就會跑出來了 它直接就會寫SS 就State School 對對對 你在哪個地方 然後你是哪一個學校什麼的 對 然後它也有分就是 你是你要查幾年級的 所以你要查這個 我們就台灣來說 你要查國小 或查中學 或查高中 這個點進去 它就會跑出來了 OK 所以你現在你剛剛點的是12個號 比如說這個是 High School 對 出來 還蠻好玩的 還第一次到這種東西 對對對 然後 所以 這個也是變成 因為我注意到 就是有 有一些家長 就是很在意學區這個東西 因為 會去在意這個算是 就是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聰明的家長 因為一般人正常 我們可能 可能小朋友 台灣可能大部分的小朋友 都是到大學之後 想要去澳洲念大學 那 大學就沒有什麼 學區不學區 可是實際上 有一些 客戶 他是希望讓小朋友 去那邊念中學的 所以 我覺得 學區這個東西 對他就很要緊 那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 馬上一樣 你可以輸入地址 或你可以輸入學校的名稱去查 那 這個東西你查了之後 其實我 就是 我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正常而言 一般的公立學校 一般而言就是 依有身份的為準 並不是說 你買了這個 學校的學區 你就是一定念這個學校 就是正常而言 實際上是 你一定是公民 會優先 這個學區就這麼大 所以你一定是公民 會優先 那再來就是 陸籍 戶籍設在這邊的 是 是第二順位 是 然後 有沒有實際的居住事實 是第三順位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有些可能你想說 你買了 可是如果你都不過去住 你確定你可以在那邊 還是進不去 還是不行 因為他 好學校是這樣 越好的學校 你越難進去 但 不只你海外人是在搶 當地人是也在搶 所以 你 即使你沒有當地人的身份 可是如果你為了 想要讓小朋友念這個 比如說 Breece Bank Stay High 的話 那 你買了這個房子 你 不只設籍 你都要想辦法過去那邊住 對 你不能想說我買了這個房子 我設籍都一直在收租 結果 這樣不行 很像投資房 你不是居住在那邊 對 沒有居住事實 對 因為很多人在標榜說 我這是學區房 然後客人 就問我說我買了是不是就學 所以我得趕快說就是 不是 你正常 如果你真的要讓你小朋友 念這個學校的話 你還是得在那邊居住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買了這個房子 未來就是租賃的市場 強不強 是強啊 因為有很多人會需要這個 學區的房子 他會希望他的小朋友 念這個學區 所以你買這個房子來投資 這個是OK的 但是你買了這個房子 不代表你的小朋友 就是可以來念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居住事實 OK 太好了 今天Jerry給我們非常多的信息 那當然我會把這所有的網站 再放在我們這個留言 不是留言區連結 在下面都可以找得到 當然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留言區做更多的討論 好 那我們感謝Jerry今天的時間 歡迎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在19、20號 還有26號來找我們 或者是直接網路上面留言 跟我們聯繫都可以 好 那就今天就到這邊了 好 謝謝觀賞 拜拜